理論上是應該好像行得通 但是這邊會有個問題 你會發現如果你按右鍵複製之後 建立副本在後面這邊有沒有 確定 剛剛是for i 等於血點抗 血點抗呢 本來是14個 可是你copy的動作 特別是copy會多一個 那多一個之後 如果他跑跑跑跑到這邊就結束了 這個怎麼辦 就有問題了 所以特別注意 他copy就多一個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多加一個變數 什麼變數呢 我這邊是給他一個j 這個j就是說 如果你有copy的動作 下面一定j等於j加1 這個j加1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多一個了嘛 所以你將來的i 就必須加上j 你copy了幾個 因為把它記錄下來 總total才會是正確的 如果你總total沒有加上j的話 你的總數就錯了 所以如果我要複製全部工作表 特別注意喔 寫法跟剛剛一樣 這個地方都一樣 最大的差別喔 剛剛這個地方有沒有 shits本來沒有i對不對 本來我們的寫法是這樣子 可是這樣的寫法會怎麼樣呢 就是我多了一個 這次之後的話呢 它會有問題喔 比如說我這邊 把這個先 我讓一次錯誤的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我們平常的理解 這樣應該OK啦 可是因為copy多一個 你要把那一個算進來 如果你沒有把那個算進來 結果會錯 比如說我這邊 應該到14個 然後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copy 第一個應該沒有錯 ness 那再來的話 i等於2 可是2現在是誰 就是你copy那個啊 那你copy那個 如果你在複製會怎麼樣 3 對不對 那永遠不會正確 怎麼判呢 特別注意喔 一個方法很簡單 就是呢 當你copy之後的話 請注意喔 就是你要把它記下來 J等於J加一個 這個J加1 意思就是說 你複製了幾個 這個J就是你曾經複製幾個 那你就把它怎麼樣 再加J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如果J加1